大家好 今天有另外一個夥伴Stanley跟我一起來寫的 我們接下來會做的一個群組討論活動 然後這裡面會做一些民主教育 那我們順便可以講一下Stanley他在民主學校工作 那什麼是民主學校呢 大家可以想像你平常以前高中大學的時候 學校學生會啊 或是學生可能對學校正常有什麼影響 那在民主學校裡面是讓所有學生跟老師都是一人一票去決定這些學校政策 所以這是非常有趣的實驗 然後今年得到新的知識之道是 國際民主教育論壇這個IDEC明年2024也會辦在台灣 所以這大家可以多多關注 那由Stanley跟我一起呢 我們正在討論說接下來這8週會召集大家 有興趣可以填表單 就是先看一下我們預計接下來會進行的事情 那我們初步呢 我們就直接跳到重點 就是這8週我們大約會討論什麼事情 一開始呢 我們會做一些基本的立法院的教育 就是讓大家知道一下立法院到底在幹嘛 他們有怎樣的會期 然後我們會有對應的行動綱領 所以你只要去做好每週作業 然後最後就有hyper service可以領 然後也會有一些基本的經費可以領 那立法院的委員會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立法院是有委員會跟議員會的差別嗎 你知道一讀二讀三讀跟黨團協商是在做什麼嗎 這裡面有很多屬於台灣立法院特殊的機制 它甚至於是有寫在法律裡面的 那這些我們都會跟大家很快的去理解 讓你介紹 然後在群組裡面 我們也會每週 比方說如果出現 又出現類似淡價議題 就會在群組裡面討論 然後你就可以去看這些東西對應到議案 對應到質詢是怎麼發生 然後到時候第四週在前半段的立法委員 也會提供一些冷知識 就是比方說你知道立委辦公室他們有多少錢嗎 立委先生有多少錢嗎 然後一些小八卦我們到時候會在群組裡面講 所以你如果有興趣想知道 請記得掃描QRD後來參加報名 然後後半段因為我們之後會發一個hyper search NMPs 我們就大概簡單的帶過 這是選田 就是會簡單介紹一下區塊店是什麼 然後很快的用 支援一個錢包 然後我們會用email登錄就好 比較簡單 然後簡單發個代幣 就送你一些代幣送你一些錢 然後教你一些基本的東西 那最後我們會想要討論的是 在民主政治上一人一票 跟區塊店上的治理是有什麼不一樣 它真的是民主了嗎 是真的去中心化了嗎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面去重新反思 民主的一人一票 或是像民主學校的一人一票 它的特色價值是什麼 那為什麼我們要選立委 為什麼要選民意代表 那在區塊店上也是有一樣的事情嗎 那就歡迎大家來掃描這個表單 來加入我們 那我們到時候就會有八週的課程 可以去討論 然後產出 下次的大黑歌鬆 就會來跟大家發表我們的成果 謝謝 謝謝Dencan帶來的立法院大小聲 你是在大聲什麼 我麥克風越拿越開 我覺得立法會會罵 現在是黃鑫帶來的Linux Odyssey